失智人口逐年增加 不过确诊案例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流行病学估计 全台有26万名失智患者 再看2015年 健保资料为7万7千多人 诊断率只有三成 比起失能更难得到妥善照护 包括说游走 情绪的问题 晚上睡眠的问题 还有很多的妄想 幻觉 这一类的问题 再来就是失智的病人 常常自己并没有病逝感 失智症状不一定从记忆衰退开始 也并非所有患者都属于阿兹海默症 像第二常见的路易体失智症 和额逆液及血管性失智症 分别有不同的照护需求 中医师看来西医疗程 搭配服用中药 针灸和推拿 更能有效活化脑细胞 研究证明说 在背后所谓的脊椎 脊椎的地方 我们所谓的滑头夹击的部分 就用拔罐方式在背后脊椎 给它做滑罐的治疗 那就会让它的一个失智的 一个程度会改善 面临失智海啸 实不可挡 中西医联手结合社区据点 避免照顾艺人 拖垮全家 大约新闻蔡林寻好 台北报导